1995年11月,拉萨大昭寺举行了十世班禅喇嘛,转世金瓶撤迁的仪式。 三灵童之一的雀吉捷布中签,北京政府随即宣布它是十一世班禅喇嘛。 这一消息轰动了全球,主要原因是在同年的5月14日,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另一名灵童耕登雀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喇嘛。 于是演出了一场真假班禅喇嘛之争,北京声明确即捷布的重选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,具有完全的合法性。 达赖喇嘛则强调,在选择班禅喇嘛转世正身之前,曾静谨地举行了一切必要的宗教仪式,其决定不可更改。 围绕着真假班禅喇嘛之争,北京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。 想要看到更精彩的节目,欢迎订阅。